Hi 大家好,我是那跟大家順便拚鬥的Mokeven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有付費使用ChatGPT Plus 正能玩的新玩具 ChatGPT插件 之前因為有ChatGPT 4的API使用權 而且我已經開發自己的ChatGPT工具 可以調用GPT API 所以原本上個月的ChatGPT Plus我沒有續訂 因為以我的使用量來說,調用API還比較省 但就在前幾天,OpenAI在推特表示 將向所有用戶開放ChatGPT Plus的插件 之前一直沒有排到插件的適用 所以這次只好還是使用超能力來體驗一下 我是看到有人說如果沒有看到插件的話可以重整看看網頁 但我是付費之後,登入ChatGPT就可以直接看到插件了 首先要如何使用插件呢? 首先要在左下角這邊設定Setting 然後它有一個Beta Features 你要把這個Plugin插件的開關打開 變成綠色的,這樣就可以看到插件了 那你在一個新的對話裡面,用ChatGPT 4 然後不要選Default,選這個Plugin Beta的這個 這個就是插件 你在第一次看的時候是還沒有安裝插件的 所以你還需要先去Plugin Store插件上電 這邊去找你想要安裝的插件 那目前總共的插件就是數量也不多 大概就只有70來個吧 插件可以安裝很多個 像我這邊就裝了好幾個 但是你一次只能使用三個 像這邊我裝了這些 但是你一次最多它就只能讓你選到三個 第四個就不給你做選擇了 那你在每一次的對話的時候 一開始你就要選定好你要使用的模型 那選定之後它就不會讓你改 比方說我現在用這個Webpilot 好,我選這個 然後問它說我上一次的影片內容 問看它知不知道這個連結在講什麼 你就可以看到它調用Webpilot的這個插件 OK,那可以看到它可以抓得到標題 那速度有點慢 所以我這邊會快轉 OK,那就可以看到它這樣子 使用Webpilot去找到這部影片連結講什麼 那它應該是抓裡面的網站的資訊 使用對話後它用了哪一個插件 它會在這邊顯示告訴你 但是同時你也不能再做修改 OK,所以一開始我其實測試的插件是在Pier 一開始裝完插件的時候 它會需要跟它的帳號做串接 然後那個畫面我沒有接到 但是反正就是登入你綁定的Pier的帳號 你可以像我一樣就是在裡面問它說 你用這個插件然後要怎麼用 然後它這邊回答的是看起來不像是插件的使用方式 然後我就是直接跟它說一個比較簡單的內容 那請它幫我用在Pier創建一個工作流 然後比方說在Notion某張表打勾 然後把標題翻譯成中文 然後它雖然有調用在Pier的插件 但是就是它應該不知道怎麼樣辦到吧 因為我可能寫的內容比較模糊 所以它最後變成改成說 告訴我說怎麼樣去做這件事情的流程這樣子 那可能我的使用方式也不太對 果然我用錯了 更新一下資訊 我剛剛看到一篇文章 它上面是說 如果你用英文去使用的話就可以正常 然後我就嘗試把剛剛有同樣的句話用英文跟它說 這是觸發Zapier之後 可以正常的觸發Notion跟Zapier的翻譯動作 然後就可以看到它幫我創建了這個工作流 雖然可能不是我完整想要的東西 但是就是至少可以運作 然後再來我測試了一個是查看YouTube影片的 這個 這個是叫Vox Script 那它的功能是可以去看YouTube 那我猜測它是去抓YouTube的字幕 然後來幫你做解讀 但是像我第一篇的這篇影片 這應該是我自己的影片 對這是我自己的影片 然後我貼上去之後它跟我說它沒有辦法讀 那其實我這部影片是有中文跟英文字幕的 那但是它讀不出來 然後這部影片應該也是我的 也是一個中文影片吧 對我的中文影片它也是讀不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我找了 這應該是一個英文影片 但是我用的是它的縮寫 對這是一個英文影片 然後我用縮寫 但是它也是找不出來 然後一樣是剛剛上面那部影片 但是我不是使用它的縮寫 就是是使用完整的網址 然後它就釣用成功了 這次就有告訴我說這個影片在講什麼 這是Sam Atman在被採訪的主要內容這樣子 然後但後面就有點奇怪 它就鬼打槍 那把同樣的一句話講第三次 到最後可能Token用盡了吧 就卡住了 那我不確定是什麼原因 那我在猜會不會是因為中文的關係 我用中文問它 所以我這邊又同樣的網址 我又問一次 然後這次就比較正常了 它只有回答一次 然後這個是一個什麼影片 我們看一下 這是一個英文的影片 然後但是它是沒有字幕的 但是即便是我用英文跟它說 就是它一樣找不到資料 所以沒有字幕的影片 它是不能判斷的 然後這是一部什麼 然後這也是我的影片 然後因為我剛剛提到 我用中英文字幕 所以我常想說我用英文問問看它 它是不是就可以讀取 但是就是還是讀不到 然後但是這裡又有一個很奇怪的狀況 就是這一部影片是 暗黑破壞神 那它也是有中英文字幕 但是我問它的話 它就有告訴我這部影片在講什麼 雖然後面也是鬼打槍 就是又重複兩次 然後第三次又開始講英文 就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現在插件可能會還有一些問題 那再來我測試的是 投資相關的 我測試了三款 就是我一次同時掛用三個 因為剛好大概也就只有三個 投資相關的 那這三個插件的話 分別它可以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就直接在這邊問它 那它就告訴我說 它們各自有不同的用途 然後 所以其實是可以同時問它 讓它告訴你說三個插件可以幹什麼 然後再來我就問它說其中一個說 那我要怎麼樣使用這個插件 然後給我一個範例 那它講了一個假設的範例 比方說我有一個這樣的資產 然後這裡看起來是一段 調用它API的範例 它可能有點誤會我的意思 然後它說它可以告訴我說 這些投資的評分啊 風險等等的資料 那我就用它的這個給的這個範例來說 好那 假設是這樣的資料 那請用這個插件幫我評估投資組合 那它就有開始分析 就是按照剛剛提供的資料 就是告訴我說 我的預期投資回報是怎麼樣 然後組成是什麼 然後會給我一些建議這樣子 那後面也是講重複的事情 就是歸打牆 可能也是因為中文的關係吧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問它說 給我一個範例 然後它就告訴我說 它這個是可以調用10K的報告 然後以Apple來舉例 那我一樣就是問它說 用它的範例來問 那它就告訴我說 最新的10K的這個報告裡面 它的重要的訊息是 跟收入有關的有哪一些 那有 有iPhone啊 Mac iPad等等的收入 然後有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收入分別是什麼 這樣子提取出來 我又嘗試用英文 因為前面它剛剛也是有鬼打槍 但是這次它回答的 比較簡單 但是變成簡體中文 對不太清楚它背後的邏輯是什麼 然後再來我就問第三個 AI的範例 那它是跟我說 它可以給定某個區間的數據 那我就請它幫我說 看一下Google的 最近一年的股價 那它可能就去抓資料庫吧 感覺沒有很 沒有很細膩的數據 還不太清楚這個要怎麼運用 對我再來測試的是 Webpilot 那Webpilot它是號稱說它可以 從網站上去抓資料 那它的範例 一樣它給API的範例 但是應該是直接給它連結就可以 就比方說我跟它說 這個連結在說什麼 然後它就有去抓到這個連結 那這個就是剛剛我的最新的影片 那我猜它是抓裡面的介紹資訊的資料去告訴我的 然後再來我問它這個連結是什麼 這個是 這是一個比較新的天文學的東西 但是它回答的內容是錯誤的 就是這篇天文學在講的是一個 最新發現的很高亮度的一個天體 然後但是這篇內文講的卻不是這個內容 我不太清楚為什麼它會給錯誤的資訊 我猜可能是這個Webpilot 本身給的資訊是錯的 然後我再給它OpenAI的插件的這個頁面 請它去幫我做摘要 那我大致上看了一下就是它摘要的內容都是正確的 然後我順便問了它說那插件取得實時的資訊是什麼 它有告訴我就是它其實是透過 ChatGPT跟第三方應用的API 然後去取得最新的資訊 所以剛剛提到的這個插件給錯誤資訊的原因 可能就是因為這個插件它本身給的網站的資訊是錯的 那它就會是錯的 所以我猜這個網站它可能是一個爬網頁的網站吧 然後會整理一些重點這樣子 那再來我測試的應該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市場資訊的資料庫 然後它的範例是說我可以知道說拜登總統的行程 或者是說它特定時間的言論等等的 然後我就說那其實它總結五月的言論 然後它沒有五月的言論 然後用英文跟它說就也沒有 所以這應該不是中英文的問題 然後我就跟它說那總結今年的言論 然後它就告訴我說它在五月十四號 騎自行車發表的言論 滿沒內容的 但這個剛剛有點矛盾 因為剛剛問五月的時候沒有答案 然後帶它去給我一個五月十四號的資訊這樣 然後我後來又試完了一個SEO App 這個還蠻有意思的 就是它的內容是說它可以幫我們做SEO 然後它給了一些範例 比方說我們以Markdown方式寫Netflix的SEO文章 然後就試著這樣寫 那它就是用Markdown生成 就是Markdown生成這個還蠻特別的 不過裡面的內容感覺是英文資訊的內容 因為這片名我都沒看過 我猜這可能是黑暗榮耀 然後後面又重複了給內容 然後我嘗試把我的之前三部影片的資訊給它去寫 然後它可能受到前面的資訊的影響 就它還是用Markdown格式寫 然後又重複歸大牆三次 然後我後來又測試了一次 重新開始的話 就是只單純給它我要寫SEO的內容 那它就沒有用Markdown寫了 那這次就比較完整 那不知道為什麼這邊斷行比較奇怪 大概是這樣 那反正總之這次的結論大致上就是 調用插件的時候 就是說中文的話可能會比較有問題吧 那我猜可能是因為現在插件 背後都是用GPTT的API去做Prompt 那那些Prompt我猜它原始的內容也是英文 所以可能用中文也許會讓插件感到混淆 然後比較好用的像那個可以搜尋YouTube資訊的 我覺得那個還不錯 其他的可能就都還有待加強 因為但畢竟現在還在測試呢 各家插件應該還是會持續的在優化 而且我認為這個優化應該是可以直接在線上做優化的 再來就是插件現在感覺可以拿更多的資料 因為它可能跟不同的應用在API調用的話 它可能就可以突破一些Token的限制 那如果優化比較好的話 它可能就可以讀比較大量的資料 那當然有可能是它也許有作弊啦 比方說它某些網頁它並沒有讀全部的網頁 它可能只有讀少量的資訊 所以就用比較少的Token這樣 那現在插件還是在一個很初期的階段 包括Store也都還很簡陋 就是比方說你現在點進去Store 它只有三個頁面 一個是最新 然後最熱門 然後跟全部 那你甚至不能用搜尋的方式 當然現在只有七十幾個 就還沒有很多 就是一個一個找還OK 但是之後如果有插件越來越多的話 可能就比較不方便 但我覺得這還是會可以優化的 那從目前看起來 我們可以知道說插件它會是一個很有潛力的市場 以後可能會像Google的應用商店或App Store一樣 它會是一個很龐大的市場 讓大家可以運用ChatGPT來連結自己的服務 以上就是ChatGPT插件的簡單介紹 那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請按讚訂閱小鈴鐺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你對這部影片有什麼問題或看法 掰掰